最普通的东西做出最高档的国宴菜 我老是个厉害 中国做国宴的品级高手 这就是原汁原味正宗的国宴和牛肉 先把牛五发给它改成快 肥瘦相结合 吃出的口感比较好 最重要的外事单位就明白了吧 馋子边上最大的广场 旁边礼堂里做总厨 退休之后 老范骨有幸的把胡大师请来 传授正经八百的我们中华美食 国宴它标准在哪呢 国宴其实最重要的 它适合中国人 也适合外国人 又不完全同于西餐 又有中国味道 又有外国的味道 所以说这种结合 其实是非常巧妙的 青椒最后我们点缀一下的 青椒切成马蹄丁 对 这个红枣的取核 把核包了 对 把核包了 因为国宴嘛 不能带骨头 不能带这个吃不动的东西 咱们一般的家里面嘛 你就这么把这个蜂枣放在里面 炖它也行 就是你吃的时候会得吐糊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吃得热乎乎的 好家米饭吃 好香 家里就买一罐的河沫就行了 煎河沫的不精度 我们要这也就不要了 然后我还得打一个十字刀口 让它更漂亮 你看这就是国宴就得讲究 你看讲究刀法了开始 我是73年 从那个江西调到这个工作单位 这个我们才开始借助这个 我们也是跟那个各个地方的老师傅 后来呢 这道菜呢 就是大家都感觉的很好 特别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年轻的吃出来也很好吃 这道菜的最后成了国宴经典了 好好学着 好好 因为那个中外冰壳他都喜欢 酷萝卜切成滚刀块 但是你要上国宴的话 比较精致一点的话 现在开成那个球 要说切成球了 就要是漂泥了 就突然切成滚刀块 咱们就是形状统一嘛 现在这个就切成大块 好 平时我们家里面也不认为 我也不牵住这个样子 我觉得家里边还是得切 为什么切 其实委屈是不是有玩儿 也不肥贴 用冷水焯牛肉 凉水下锅 它通过加温慢慢升温以后 雪墨子慢慢就细绑出来 热水它一下就积住了 这切都去干净了 牛肉现在焯得特别干净了 煮了五分钟 这个洗衣上主要是把那个墨子给它洗掉 我看这个焯完牛肉现在放在水里再煮是吧 对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料给它放进去 加入芹菜 葱头胡萝卜 蒸香 你刚才切的下料都放凉了 对对对 香叶 这就看酱油了 黑胡椒粒 对 老饭过了黄酒 取心多香的 最好的话盖个盖 小火慢炖 牛肉要煮烂才两个半小时左右吧 这个肉已经炖了两个多小时了 香味出来了 就把这个肉给它调出来 调出来 汤冰了菠萝 然后把汤留了就行了 我把这个菠萝也涮了 真香哈 是不是把这个料都剪出去了 就刚刚煮得很烫啊 咱们先把这个胡萝卜给它煮一下 煮到八分熟就行了 等下煎得还要炖 好了 菠萝做好了啊 甘辣土豆 油热了啊 土热直接就下锅就行了 五六成油热就行了 这土豆呢是关键 为什么要炸成鸡黄色啊 土豆长时间炖 我以后它就会烂 炸完以后能包住了保持形状 我们为什么要五六成油热 我们还要叫它炸熟了 炸熟了 炸熟炸透 炸好酥 对对对 炸好酥 你们有哪个罐子 咱们在家里面就是这个砂锅的就行 你看这个原菜料都送不过 今天可以吃起来 先吃手 先洗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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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早会喝的中间特贺了 不吃都高兴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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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把牛肉放在上面 麻烦的一锅 我们要开始炒汁了 先下点底油 然后再放点黄油 油温不能太高了 太高了之后面粉就红了 下入面粉 这就是炒面糯了 小火炒面糯 小火炒面糯 把火大了之后就红了 再把面粉炒香了 那炒的什么时候 这个应该说老师傅年代交给我们牙方式 这火一大就完了 火要是冲的时候可以 火里里火 可以炒的话 然后再加西红色酱 这种关键 面糯的这种热入我们西红色酱炒透 西红色酱这一锅的话 10个人应该是1两 对 一两面 一两面 基本上是一两西红色酱 你要是炒得多的话 就让你这个比例的话就没有问题 1比1啊 1比1的比例 对啊 这样就差不多了 再慢慢的要加水 原套啊 这个水为什么不能一直性加呀 一直性加它有个的 这个就是炒一会加一点 这样炒主要是为了它散开 这就看着功夫 是吧 起来最好都没有割下 但是很细一点 真的是小火 你慢慢的把这个面糊给它炒开 你看现在炒现在一点 黑的干都没有 你这都特别干净这锅也 你可以炒那个 炒的酸鸡干是不是 这两点的要红果 嗯 你煮的汤给你炒的面 这是正好的 这是正美的 汤基本上就炒好了 现在我们加盐 加盐啊 很滋滑的感觉 三勺盐啊 加白胡椒粉啊 增加胡椒香味 最后加盐 好 这锅已经来了 白了帝啊 没有白了帝加什么啊 没有白了帝 你加盐别的酒也行啊 你有毛苔 加盐毛苔 那个味道不就更好 好好的之后 我们现在就灌在这里面 慢慢的焖 什么加盐板子这就可以了 加盐板子可以了 现在上火 加火 来炖一下 炖一下肉 如果是单吃的话 我们装在哪个小罐子里面 因为这一块整个贴板 一小罐子一小罐子 放在里面烤就行了 现在已经在上午烧 突然当时还有东西 这洋葱 你说这个是干嘛用啊 下一步 那这洋葱和黄油 还是要干嘛吃 等一下炒完了之后 把它夹在这里面 哦 后面再夹 对对对 后面再夹 这上面这个盐子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哦 得就慢慢的把它焖 然后把它焖 对对对 它也放在里面烤 然后在里面烤 所以这条菜 之所以那么好吃 太假了 我们已经炖到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了 这个我们现在开始炒洋葱 为什么要放点这个油 然后再放这个黄油啊 一开始放黄油 它就糊了 糊了 炒洋葱 炒洋葱也不要那么太大的火 慢慢的炒 现在炒出香味的 这为什么要小火 小火它容易出味 你大火一下把葱葱炒熟了 好的 哎 好了 我们把这个切成 那香味出来了 好 再加一点青色 下的马蹄青色 这就是原汁原味正宗的 国宴和牛肉 咱们今天做的就是属于家庭版 这个口味是国宴的口味 鲜肠汤 咱在那上边肉 胡大师这条菜呢 从所有的技法 烹饪技巧到技法 到都工处理 整个的 其实都是按照国宴的这种要求 去制作的 只是到最后把这个 做成家庭版了 因为没有那么好的器皿 肉 软了 不失其形 其实这状态呢 我坚信它会 一代一代的去传承下来 传承了这么多年 还成为国宴的经典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骨 吃饭不含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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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